吉安乡公所和国立台湾生活美学馆 从即日起在吉安乡的阿美族文物馆 共同举办了 吴信和的部落风情画巡回展活动 展出国家籍画家吴信和的部落主题画作 以诙谐幽默的漫画写实比调 画出属于他和部落的记忆 展期到5月16号截止 喜欢的民众不妨把握机会前往欣赏 以挥斜幽默的漫画写实风格 妙笔生花汇出属于部落的记忆 留住时代的故事与部落的文化 台东排湾族画家吴信和 即日起在花联县吉安乡阿美族文物馆 带来吴信和东于济情部落风情画巡回展 由吉安乡公所和国立台东生活美学馆共同举办 要邀请相亲保览国家籍画家的生动笔触 得到全国绘画漫画比赛第一名 然后在国画油画也一样的成就满满 所以也可以知道我们吴老师是一个创作多元 而且他所运用的工笔跟工法 都不是直选于在书法或者是油画或者是漫画 而是全方位的在执行 那我今天所画的是所有的这个画画里面的其中一小部分 因为我当县长秘书国会助理也当了12年 看进了人生的这个起起落落 还有选举后选举前的各个面貌 所以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画国家的政治漫画 把它幽默化 这个政治也可以幽默 千万不要争风相对 不要烟火味太早 因为希望大家社会一片核心 心中有爱万物皆美 离开政治圈人生归零啊 我就开卡拉OK跟卖小吃 那这些都是我在店里面 我的店里面的这个乡亲部落的这个面相 他们是有名有姓的 所以我把它做成生活上的记录 那我的画呢是卖心不卖画不卖钱的 所以大家应该看得出来这个都是没有卖像 因为画山水一山它有一山高 画花鸟一画还有笔一画像 所以我这就是用我们逆向思考的方式 画我们部落的随身身边的人事物 画家吴信和从小喜欢画图 也获不少奖状 作品并获国防美术馆永久典藏 距离服务15年退役后 成任台东县长议长记要秘书等职 擅长结合新闻时事 以夸张漫画手法勾勒政治人物神韵 回顾60年人生境遇 维画激发了他的创作能量 这次带来对部落生活的观察 也延续祖林期待的文化生命 即日期展出至5月16日 欢迎民众前往参观欣赏 记者长邦彦简单相报导